所以好人真的有好报吗 网友的爸爸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 但是却被旁边的人偷拍下来发在网上 吐槽网友爸爸的穿搭别军一格 网友得知后发视频说 我爸爸穿衣服是我窝囊囊的 但是他和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爸爸憋了好几天没讲话 放假回家才跟网友讲 于是网友要求对方删除视频 对方却已被网报文由拒绝 甚至还让网友给他道歉 可是网友早就在私下联系了拍摄者 很客气地表达了希望对方删视频的诉求 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还在文案里说 视频已经经过本人同意 爸爸看到视频后非常生气 人儿想要讨回公道 却遇上了无赖 现在更是开始了直播 想要争快钱 难道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吗 网约车司机遇到乘客的小孩抽搐 司机想都没想 一路即使 连闯六个红灯 那你想闯了六个红灯 就几个法当 但还好六个都没拍下来 有三个摄像头工作正常 拍了三个法当 闯红灯扣几分 扣六分 这一下就扣掉18分 那就意味着 这个网约车司机要干嘛 驾照要重学的 你说你这是影响别人的生计 如果注定好人没好报 谁还会选择继续做好人 司机向交警反应 交警说 那你得有证据吗 你这样吧 你联系当时的乘客 让他们出个证据 把医疗证明拍过来就可以了 结果网约车司机 给了乘客打电话 乘客不见 乘客知道这个事情 拒不提供 大家觉得这让不让人喊信 真的是让人喊信 如果你是网约车司机 以后你看到这种情况 你还闯光灯吗 把黄包车的老人 被女顾客殴打 仅仅是想少给原车费 放紧了没有 慢着慢着 过了啊 你突然是 你没逃脏 再无一亏钱逃脏 你已经讲好了 你讲好了 你骗了 你又不敢 撑回的第二天花 都人扶起摔倒的男子 没想到去反备了 你自己摔了 你和我一头乖 我保险把你扶下来 你现在又开始 我眼望 来看这个社会好 你能不能说 人们善良的天性 不应该是 刺向自己的尖刀 刚刚我妹看到 有盲人来月经被调戏 就上前赶跑了 盲人请我妹 带她去厕所 我妹答应了 没想到盲人和流氓 居然是一伙的 还好我们在打电话 我及时赶到 不然我们就危险了